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听酒吧新闻台 午后进化论 我是律师娘林静茹 今天的律师娘聊心室为大家请到的是 胡展告资商心理师 要跟大家聊的主题是 别让负面情绪绑架你 展告你好 律师娘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觉得像这本你的新书 别让负面情绪绑架你 其实现在很多人需要 你会发现说 可能现在的人压力比较大 所以自己的要求也比较多 以前可能只要温饱就好了 但现在除了温饱之外 他可能要的很多 或许他需要一些其他外在的东西 譬如说 可能有什么样的身份地位 或是需要人际关系的肯定 然后是需要在工作场合 什么样成就感 然后当没有得到的时候 或许有时候累积在心里的压力 就会有一天爆发的时候 就会展现出来 然后甚至说像前一阵子 那个新闻就是有一位 有一位那个大学生 他到台大的校园里面去 然后跟他的那个同志的友人 对谈判的时候就最后居然就破对方流算 所以其实你看很多社会新闻 还有昨天啊 昨天有综合一个大火 就是是一位那个外籍的移工 那他因为跟那个分租套房里面的一个住客吵架 然后结果他就跑到他们的那个分租套房那边去放火 结果25间套房里面最后就 我今天早上看的时候 有9个人已经死亡了 对那这个他当时会去点火 也是就是一时的负面情绪上头 所以有时候看一般人 他平常其实也好好的 甚至有的人看起来是好好先生哦 然后他也跟你笑笑的 但是怎么那个情绪上来的时候 最后就会很冲动之下 做人失控了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他其实就是属于一个负面情绪 你没有办法去疏解他的问题 对不对 你觉得呢 你觉得为什么现代人会特别负面情绪 没有办法去掌控 好像以前没有听到这么多很可怕的社会新闻 我觉得现在的生活 有几个 第一个是资讯太多了 你看我们以前如果想要听新闻 你想要听广播看新闻 你可能就是早上一个时段 中午傍晚 然后过来就是晚上 那可是现在不一样 现在你手机打开 即使你没有看 你没有看电视 你只要在脸书随便滑 都会有任何新闻进来 那我觉得人的心灵弹性 人的心灵是一个有限的空间 还有一个一定的弹性 当你塞太多进去 东西进去的时候 其实人会不舒服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觉得现在的生活太讲求效率 就是每一件事情 每一个时间一定要塞满很多事 那所以我之前演讲的时候 我常举一个例子 我们工作效率变好了 那看起来时间变多 对不对 那我就问听众朋友说 你们觉得这些多的时间 我们会拿来休息 还是拿来做更多的工作 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会回答 拿来做更多的工作 所以当我们在谈效率的时候 我们会忽略一个东西 叫做情绪 因为负面情绪常常会让我们觉得 原本要完成的事情被卡住了 那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明天有工作要教 明天有期末考 可是今晚你发烧了 你一定会告诉自己 身体没关系 我先考完再来讲 那身体看得到都这样子 更何况是看不到情绪 所以我们在追求效率的状况下 很常会忽略自己的情绪 但是那些我们没有看到 被我们压抑掉的情绪 其实都没有不见 它会让我们越来越不舒服 然后进而造成 比如说身体啊 器官上各方面健康的问题 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人 其实在情绪方面 是非常辛苦的 所以心理的问题 它其实会影响身体 生理生病是不是 是 比如说你长时间 在高压的工作环境下 其实你的胃的消化系统 可能会有一些状况 比如说消化不好 然后胃食道逆流 然后大哥 那你的睡眠品质可能不太好 那长时间紧张的状态下 我们的人的肢体是有语言的 当你长时间紧张 你的肩膀可能会很高的 这样怂起 久而久之 你这边就会很紧啊 很痠痛啊 对 都会有这样的状况 那你觉得跟现在的 就是网路跟我们的生活密集度 很高有关系吗 有关系 我觉得 以前我们就是下班或放学回家 门一关 我们就回到自己的生活 可是现在不一样 现在有LINE的群组 就像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始前聊的 比如说学校有很多家长啊 然后老师们的LINE的群组 公司也是 所以你的生活变成没有界限 你只要去想象一个画面 你住的房子四方 就是四个墙壁 全部都是透明玻璃装的 然后你会觉得 不管我去外面或回到家里 我其实都没有私人空间 那个其实会让人非常的疲累 然后觉得很没有放松感 甚至没有安全感 对啊 所以很多人在下班下课 回到家之后 他或许会以为他滑手机这个动作 他是在放轻松放空 但事实上其实你没有放松下来 因为你一直在接受更大量的质询 没错 没错 好像你把办公室 还在吵了架还没我还没结束的工作 都在LINE群组持续进行 你只是换了一个空间 实际上你面对的压力源 完全没有减少 而且是非常多方面的 比如说你今天脸书打开的时候 看到你以前小学同学突然打卡说 他那个又成就了什么样的职业 又赚了多少钱 又升职了 然后可能你单身 然后就看到那个你的姐妹 他说 那个我男朋友跟我求婚了 什么压力都来了 他有可能接收到的各式各样 对自己要求的那个压力 都可能在你的那个网路的资讯当中 变得无怨佛界的去影响到你 没错 没错 所以或许好像 休息的时候 其实还是要帮自己隔绝一下 跟外界的资讯会比较好 对啊 或者很多人都会说 可是我看到那个讯息进来怎么办 其实现在的手机非常的发达 你就算不点开它 它在萤幕就会先显示出 那个摘要嘛 对不对 其实你可以选择要不要点进去看了 如果你很担心已读不回 那我都会说那你就干脆不读不回就好了 对啊对啊 真的是我觉得 我自己也是觉得说 网路影响到现在人的负面情绪非常的多 嗯 对然后也增加了我们的压力 然后你本来可以视而不见的一些讯息 都因为这个网路的关系 然后人际关系也会变得比较复杂 比如说有些人会看到 有人在脸书上打卡的什么 呃什么 比如说他们出去聚会好了 哦 然后跟你是同一个族群 就讲说哎呀怎么没有 对 没揪 光是没揪这件事情 就让你过不去 然后整个晚上睡不着说 为什么没揪 他们是讨厌我吗 他们是隔离我吗 对啊像这样 就是各式各样 就是你可以去想象的压力源都接踵而来 没错 嗯 所以负面情绪这个东西是 不好的吗 我们要想尽办法让自己不要产生负面情绪吗 嗯 呃其实每次在谈这本书的时候 我都会先讲一件事情是 情绪没有所谓的好坏对错 正向或负向 嗯 那只是因为我们今天要把它变成是一个概念 变成文字 所以就必须分类嘛 嗯 那很理所当然就是那些让我们觉得不舒服的 嗯 或者这个社会文化比较不喜欢出现的 我们就把它归类成负面 嗯 可是我觉得用这样的方式去谈情绪啊 其实对所谓的负面情绪 很不公平 嗯 因为我认为每一个情绪 它背后都在谈我们没有被满足的需求 嗯 我们没有被满足的期待 嗯 或者我们没有被理解的那个部分 嗯 那情绪就很像 呃比如说你肚子 能量低的时候肚子会饿 嗯 或者呃疲累的时候打哈欠 那就是一个表面的讯息而已 嗯 其实我们真正要看的是那个情绪底下 嗯 嘿我们内在有哪些需求 哪些声音没有被听到 嗯 那负面情绪正在告诉我们这些事情 它算是有点像发烧的概念 对对对 它有它很重要的功能 嗯 是啊 可是如果说你没有当下 赶快去处理它的话 很可能就是 比如说像生病 发烧是一个警讯 但是如果你没有去治疗它 或是去注意你现在身体的状况需要调整的话 它可能就会造成你身体的危害 嗯 那心理的部分也是一样吧 嗯 这是一个呃 除了它造成身体方面的健康的一些影响之外 嗯 另外一个你可能会变成一种习惯就是 呃不重视自己的需求 嗯 比如说每次被误解的时候你觉得很委屈 嗯 可是你都告诉自己说 啊 不要那么小气啊 不要那么小心眼 这没有什么 嗯 慢慢的长时间下来 我们就会习惯告诉自己 我的需求不重要 嗯 我这个人的价值其实也也不需要常常别人来尊重我 嗯 被误解就算了嘛 嗯 在这样的情况下 自我价值感会越来越低 嗯 那当你都不尊重自己的时候 谁会来尊重你 嗯 可是如果说你当下就反映出你的一些不舒服的话 会不会让人家觉得说 啊你这个人怎么那么龟毛 怎么那么容易得罪 怎么那么不好相处 嗯 对有些人会不会担心 就是因为他担心这样 所以他不当下把自己的不舒服表达出来 那这样子的想法是正确还是 不就是有有对错吗 嗯 其实我常觉得啊 嗯 拒绝别人这件事情对我们并不难 真正困难的是拒绝之后 我们要承担别人对我们的看法跟情绪 嗯 其实那个往往是让我们最难做 拒绝的这个动作原因 嗯 那我觉得人本来都会期待别人来认同我们 嗯 所以当我们拒绝别人的时候 我们都会很担心别人怎么看我们 嗯 但是我觉得这边要分两个部分 嗯 第一个是 呃 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拒绝 嗯 我们可以拒绝别人 但是我觉得方式要拣选 嗯 并不是每一个拒绝都要用翻桌啊 然后非常大的情绪 这样当然会造成很不好的那个效果 嗯 所以我觉得那个第一个技巧练习 第二个 如果你很害怕得罪别人 嗯 那你自己的重要性你摆在哪里 嗯 所以我常会说如果要练习拒绝啊 嗯 第一个从比较没有威胁性那么高的对象开始 嗯 比较小的事件开始 嗯 第二个 能不能够从比较小的事件开始拒绝 嗯 然后慢慢的找回自己的需求 然后重视自己 嗯 对 所以无法拒绝这件事情 像每个人界线可能不一样 有些人就是遇到真的是 呃 对方的要求实在太过分的时候 嗯 他就会没有办法拒绝 但是有些人就觉得 他很自意的拒绝 他就觉得我不想要就拒绝 对啊 这个原因是来自于天生的气质吗 嗯 我觉得天生的气质是一种 嗯 那比如说有些人他就 呃 有些人会觉得是自私或自我为中心 但我觉得这样的人其实很能够自我肯定 就是 嗯 他知道什么对自己重要 他也知道他也知道自己的底线跟地雷在哪里 他不会去碰触那个地雷跟底线 嗯 所以在他能力范围之外的 他就会告诉别人啊 这个我可能没办法 嗯 不好意思 他就可以很自然的讲 嗯 但是我觉得在呃 东方传统家庭文化下成长的孩子 我们常被要求被教导就是手心要往下啊 嗯 然后施比受更有福啊 嗯 所以我们变成好像拒绝别人是一件很大逆不道很不好的一件事情 嗯 嘿 所以我觉得跟天生的气质有关 但是也跟后天的教养是有关系的 嗯 那如果在抓这个界线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就是呃 顺应自己的特质说 哦 什么样对我来说 这个界线是我应该去接受的 因为有的是比如说以我自己而言 嗯 很多人可能说这个有智慧的律师娘 哈哈哈 但我时候也觉得真的界线很难抓 比如说我拿我自己当例子 就是呃 因为粉丝传是公开的 是 那你在粉丝传里面接收到的视讯 就会有各式各样的要求 嗯 那这个要求就是 欸 可能有些人就说律师娘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好 那你就听听看 那这个问题可能很简单 你就回答他 那我也遇到过说有问 有个粉丝问了一个很大的 嗯 议题 是 这个议题如果你要讲完 你可能要写出一篇文章 哈哈哈 才有办法回答他完 因为有各式各样的状况嘛 是 那你就跟他 我就会跟他讲说 呃你这问题有点大就是 不是不是严重是指说 这个太广了 所以我们可能需要说 譬如说你来我们现场 你直接跟我们律师讨论 然后呃律师因为根据你的状况 他可能就知道哦 原来你是属于哪个类型 那我就就这个类型去回答你 是 欸这个时候这个人就突然暴冲了 他就说 难道你就现在不能简单回答一下吗 我就遇到像这样的状况 那我说其实自己就会很为难说 难道是我的问题吗 嗯 还是你的问题呢 对啊我想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是会这样 有时候你真的很不知道说 你不知道怎么抓这个界线 说到底是我不通情理 还是对方的要求太过分 其实我我相信很多人他不想要 他也真的不想要在尽力状况下 不想要得罪人家 嗯 对可是界线不在的时候 其实你有时候很难去 说说那我到底该不该拒绝 对嗯 呃我觉得一样还是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我有没有帮我我我有没有办法帮上这一个人的忙以及我跟他的关系怎么样 嗯那每一个人呃每一个人的界线都不同 嗯每一个人跟不同的人之间的界线又会不太一样 嗯比如说我在我的粉丝页上面就会说我会提供相关的资讯 嗯但是我没有办法提供私人的諮商 嗯所以这个这个界线就是清楚的嗯但是有时候如果是我很熟的朋友或甚至是亲戚嗯其实我会跟他们谈的内容可能又比一般的粉丝的那个内容又更多一点点嗯所以那个界线其实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嗯可是我觉得最困难的一件事情是当对方没有意识到他把他的情绪负面情绪丢在你身上嗯那你到底要不要承接嗯你不承接好像放在亲子关系里面就是不孝顺嗯 哦放在行呃公司里面职场里面可能就是违反行政伦理嗯可是你把那些不属于你的情绪收下来其实是非常痛苦的嗯所以我觉得谈到情绪这件事情嗯很多人的痛苦都会在于我要不要去承接别人的负面情绪嗯嗯所以你像你自己诶我请你讲一下你的背景好了你的背景在就是面对的案例都是以哪一类的被哪一类的呃案例比较多OK然后所以你会遇到要处理 呃你的当成他们都是哪一类的负面情绪的状况嗯嗯嗯嗯其实我自己一开始工作的对象比较多都是儿童跟青少年嗯就是国小国中的学生嗯那他们的负面情绪来自几个第一个就是人际关系嗯跟同学嘛跟同学或者后来跟老师吵架嗯那另外一个就是亲子嗯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比较大的情绪是他们被大人逼着要来跟我谈话嗯嗯那样的负面情绪嗯可是跟他们工作一阵子之后我发现有一群人 很可怜一直被忽略嗯然后被救着那一群人就是孩子身边的大人嗯比如说导师比如说家长嗯其实他们身上也背负着非常多的压力跟负面情绪嗯所以我后来发现针对这一些大人给他们一些情绪上的支持啊一些鼓励其实他们很愿意再回过头来跟我合作然后一起去帮忙这个孩子嗯嗯对所以我工作的对象主要是儿童青少年还有他们的家长还有老师 家长最主要来会产生的负面情绪亲子关系部分常见的是哪些状况让他们产生负面情绪嗯嗯孩子不听话嗯嗯孩子孩子不写功课那孩子不听话有关系吗为什么孩子一定要听他的话呢哈哈哈哈其实我也很想这样问家长嗯但是他们应该会爆炸哈哈哈哈哈哈所以其实第一个时间就会先同理家长嗯嗯 呃当你不管怎么讲教孩子孩子没有听话的时候其实你很挫折你也很辛苦嗯嗯但其实你比较希望孩子能够听话是哪个部分嗯他全面都听吗还是你也容许他在某个部分能够有他的想法嗯对啊所以如果真的遇到那个家长的负面情绪来就是说孩子怎么讲都讲不听的时候你做智商心理师的角度的话通常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嗯其实我第一时间应该是说我有一半的时间还是会去支持 就是家长的辛苦跟他的挫折嗯嗯因为我后来发现当我太快给他建议的时候那个建议啊通常他们会听嗯但是不会做因为他觉得他那个来的那个委屈那个挫折那个无力感没有人理解他嗯而我只是教他怎么啊啊教他哪些方法嗯但他心里可能就会想说你算老几啊你有孩子吗你怎么教你怎么你用什么来教我嗯但反而是先同理他的无奈嗯同理他的情绪之后那个合作关系会建立起来嗯接下来我们会去 去讨论针对这个孩子其实你用过哪些方法其实蛮有效的只是家长可能自己没有看见嗯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再来讨论还有哪些更好用的方式嗯所以我通常不会第一时间就告诉他们有哪些方式好用嗯对即使我脑袋中有几个备案嗯但我通常会放到最后家长自己问的时候我才会给嗯对可是不会教他们去怎么教小孩这样对通常不会一开始就这么做嗯有的话也是到很后期然后我们一起来 讨论有哪些更好的方式嗯所以当青少年的呃行为产生偏差的时候其实父母也是很需要帮助的一个角色他们很无力啊对啊因为他们一定也不希望孩子变成这个样子嗯对我相信大部分的家长其实都很希望可以教孩子嗯只是我觉得在这瞬息万变的现代嗯嗯孩子带回来的讯息跟状况太多了嗯家长有时候真的很难应对嗯对啊像之前那个台大破流传的那个案件的话嗯 就算是以就算是家害人的那个爸爸妈妈嗯其实我觉得他们的情绪也很需要被引导他们要承受很大的压力嗯是啊而且自己的小孩其实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嗯但是他们留留下来的他们却要去面对大家的指责这样没错嗯那老师呢老师的在这样子的小嗯你辅导的案例当中老师产生比较容易产生负面情绪是哪些来源其实我觉得老师的压力比较多来自于家长 嗯因为家长可能会觉得说啊老师在学校好像都只管功课啊或者好像很容易放弃嗯可是我看到很多年轻一代的老师其实充满了很多热忱嗯但是说真的我觉得老师这个角色就跟父母亲一样是不断的累积不断的训练的嗯那他刚毕业来到学校遇到那么多的危急状况其实他也很难处理嗯所以我通常在跟老师工作的时候我会给他们多一点鼓励嗯然后同样的去帮他们看到他们其实有些部分做得很好 嗯只是那些那些介入或处遇需要多一点时间慢慢的酝酿然后他会发酵嗯然后不要那么快的放弃嗯嗯对对我来讲与其给老师方法倒不如让他重新再充满能量觉得自己很适合当这个角色嗯然后充满希望感嗯好我们今天在现场的是胡展高智商心理师那他有一本新书是别让负面情绪绑架你我们现在先记一段好处待会回来呢 再请展高跟我们聊聊生活中还有哪些负面情绪会早上你到时候呃遇到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待会回来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午后进化论我是律师娘林静如今天的律师娘聊心事为大家请到的是一位资商心理师哦这这位呃胡展高他是呃比较常在处理青少年相关的一些心理辅导的资商心理师嗯那他有一本书叫做别让负面情绪绑架你 大家应该会发现生活当中其实每个人应该会因为来自家庭啊来自工作啊不管是亲子关系啊婚姻关系啊呃主管啊属下同事啊反正很容易就是因为别人的行为会让自己因为自己大概比较不会产生负面情绪你通常都是因为别人讲话或别人做的事情然后因为这样你可能生气啊或是因为别人的成就你嫉妒啊等等然后开始产生负面情绪 那刚刚呢展高是聊了跟学校因为他辅导了一些青少年的案例所以他有聊到说呃老师的负面情绪来自哪里然后家长的负面情绪来自哪里好那我们接下来这一段呢我们来聊聊来自家庭的负面情绪好了你有没有遇过案例当中呢比较常会去找资商心理师会去呃需要说一些疏导的话 通常在家庭当中会有哪一类的来源是会让你产生负面情绪的呢嗯其实呃我自己在工作场域比较少直接接夫妻的资商嗯但是我有时候会遇到状况通常是因为孩子的问题来嗯然后夫妻可能就在我面前开始吵架嗯可是我后来发现其实那个吵架的主题啊不会是非常特定的通常都是生活当中的芝麻小事嗯 就像我曾经呃听到一个很好玩就是因为父亲美父亲经常要加班嗯那有一天突然就是不用加班嘛也是他就心血了一场买了炸鸡回家晚餐嗯嗯他想说可以分摊家务嗯买回家之后孩子非常开心哇太厚了今天晚上吃炸鸡是啊是啊但是就有一个人就是完全没有讲话然后双手交叉在胸前嗯然后他就说我通常问问大家说猜猜那个人是谁嗯很多人都猜得到那个人的角色叫做妈妈嗯 嗯嘿可是我就很好奇妈妈不是也很喜欢吃咸酥鸡的吗哦对对对妈妈就讲了我们家不是讲了吗每半年才可以吃一只炸物啊嗯上一次吃是什么时候而已嗯那你都买好吃的回来对你当好人我当坏人吗哦对就就像这个其实就会吵嗯那可是我们其实其实你再去问这个母亲就是为什么你的先生为什么买炸鸡嗯嘿大部分你在回国的话冷静想的时候都会知道其实先生想给家里面 一些惊喜啊嗯然后帮帮忙分摊家务啊嗯可是我们第一时间会看到的事情是对方不符合我们的期待跟想象嗯于是我们的情绪就会出现嗯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伴侣或是亲子很多时候的冲突不是来自于我们想要伤害对方嗯而是来自于我们的爱里面其实夹杂的对对方的期待嗯可是我们很少去看到这一块嗯就像父母亲很期待孩子可以长成什么样子比如说呃穿就像我爸妈很期待我穿衬衫就是要扎进去 嗯但我出了两本书上了一些节目我还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嗯他们每次看到就会皱眉头会念啊嗯嘿你你你爸妈很在乎有没有扎进去对对对对他们就是很期待孩子我们先关一下哈哈哈哈直播拉高一点不要让他发现哈哈哈哈他们他们会期待呃另外一半或期待孩子长成某种样子嗯可是每一个都是独立的个体嗯我们不可能百分之百符合对方的需求嗯嗯符合对方的期待嗯所以当对方没有符合 我们的期待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情绪就会上来那怎么办我也会啊就是期待我老公早点回家啦哈哈哈哈不是期待我老公可以体贴一点啦期待他今天可以不用我讲就帮我洗碗啦等等嗯嗯但他不符你期待的时候真的你那负面情绪就会产生啊对嗯所以你看哦通常这时候负面情绪第一个层次通常上来就叫做生气嗯会先生气嗯那可是那个生气往往不是最真实的情绪嗯我们要再往下看嗯嗯那个生气有 嗯那个生气有可能来自于比如说先生没有没有找回来嗯或者先生买回来的晚餐不是我们期待的嗯所以那个背后一个东西叫失落嗯生气的背后是失落嗯那我们就要去听失落的背后其实他在告诉我们什么嗯比如说其实我好期待先生可以不要那么辛苦嗯其实我很期待我们两个有多一点时间相处或者我很期待先生在买肯德基之前他可以先打个电话回来那是尊重我嗯然后也可以关照到我的想法跟需求嗯 嗯我们要的其实是这个东西嗯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听到这些需求通常第一时间就是就会生气嗯那生完气吵完架之后你就会发现很空虚嗯因为原本想讲的也没有讲出来嗯啊对方也不知道我们到底在气什么嗯对啊所以要很具体的把你希望对方怎么做讲出来给对方听嗯而不是只是表达情绪而已嗯对心理学里面有一个概念叫做我讯息嗯我讯息就是你看哦每次我们在生气的时候都用指责嗯 你怎么没有往你怎么没有找回家嗯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嗯你怎么买这种东西回来都是你嗯那当对方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就会觉得他被指责嗯可是我讯息讲的是其实我很希望你可以早点回家嗯啊其实我很期待我们有多一点点时间相处嗯就像这样子把我们自己的需求讲出来嗯对所以我们应该要把你怎么可以把它改成我希望对就是比较好的沟通对或者说我其实很期待你可以怎么样嗯对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刚刚刚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来讲啊啊我们来看一下 sacrificing方 Ocean了 ella姐好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有一位Victoria他讲他跟他先生的故事我说有一天啊就是我老公周末一直吵我吵架然后我就一直躲然后我就跑走了他什么都可以跟我吵哎然后结果呢我就说你每次都为了小事跟我吵结果她就大发脾气说我都不尊重他嗯好这个是那个很多夫妻之间会产生的一个落差就是 就是对一个人来说是小事 对一个人来说是大事 对那我想如果说两个人在相处的时候 有这个落差的时候 对就是会吵架嘛 因为另外一个人就会觉得说 芝麻小事啊 然后那个生气那个人就说 这不是小事 这个代表了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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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开始出现这个沟通落差的时候 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在这样像在关系里面 其实很忌讳去谈一件事情 就是你讲那个不重要 我讲这个比较重要 所以就变成大小事嘛 可是这种现象通常 我相信不会是单次的 可能是长期累积以来 那因为没有具体的事件 我也很难回答到底该怎么办 但是我自己通常就会去问另外一半 我会告诉他我发现你很生气 但我不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你愿不愿意好好地告诉我是怎么了 因为你用骂了其实我听不懂 那我知道你很生气 所以我先同理你 但是我真的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所以你可不可以好好告诉我 那你有另外一个网友是 他的意见是说 他会觉得对方不尊重 你是不是对于对方有过多的期待 这个是网友问的 其实我会比较好奇这件事的是 你期待别人对你的尊重是什么 每一个人期待被尊重的形式不同 有些人是比如说像我在讲话的律师那样看着我 我就觉得被尊重 有些就觉得你要点头要有回应 甚至要能够同理我才叫尊重 有耶 所以我通常会回过头来先问自己 我期待别人尊重我是怎么样尊重我 要先了解自己的需求 对耶你讲到这个 我就想到前一阵子有一个新闻就叫做 因为遗毒不回而离婚 就是很多太太可能就是会有什么不开心的 现在因为现在大家都使用LINE嘛 对不对 然后就传LINE说你昨天干嘛什么 袜子不怎样啦 什么不怎样 早上为什么不牵马桶盖啦等等 他就传来给他 然后老公就想说好吧 那心里他心里想说 知道了 我回家 对或者是我知道了下次就不会了 然后他心里想说好我回家跟你谈 我现在正在上班 但他就遗毒不回 是对但是太太对这种遗毒不回 就会很跳起来 对啊就像你讲的说 其实他亲生就觉得说 啊干嘛遗毒一定要回 对对我就看到了啊 回家再处理不就好了吗 对对对 可是对太太而言 他那个当下是把他的需求跟期待抛出去 其实你回个我知道或干嘛 其实也就可以了 因为先生可能想说 啊LINE都已经自动帮我写遗毒啦 对对对 就代表我收到讯息啊 哎呀 结果我上次真的看到一个法官的判决里面 然后因为那个新闻的标题 可能吓得比较聪动 是 所以他就说 先生因为遗毒不回 法官判离婚 哇哈哈 但是你真的 我相信你 因为我也没有回头再去 新闻都是 讲一个描述一个案例 但我没有回头去看 这个判决 是 不过 呃以我们自己业内人就知道说 因为他是抓 其中一个法官描述的事实 法官大概讲了十条线 因为这十条线 所以我判你们离婚 但他就把这个遗毒不回 就是大家 对而且还有大家很有共鸣的这个事情 然后把他写出来 所以就是把他变成 所以看起来那个新闻都说 诶以毒不回 是会变成离婚的室友哦 好 然后那个 诶亚尼娅找到你的粉丝 粉专了 你的粉专叫做 遇见黑狗狗 是的 诶为什么会是遇见黑狗狗 啊 因为我的名字啊 那个Gao的发音 在台语里面是狗的意思 Gao的发音 Gao在台语是狗 Gao Gao 对对对所以我从小就有非常多跟狗有关的绰号 嗯 对 嗯好 OK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加入我们那个展告的粉丝团的话 就是遇见黑狗狗 对 黑是那个 黑黑黑 口字边的黑 黑黑黑 对 黑小的黑 哈哈哈 不是黑色的黑 好你可以加入他的粉丝团哦 不过 资讯他的时候请不要给他太多的负面情绪 哈哈哈哈 好 那呃 如果说 那我们讲的是比较平常的状况啦 可是如果说你真的已经 一百会 到头上了 好像感觉 刹那间你没有出去的话 你觉得整个已经怪俩功了 嗯 之后你当然没有办法冷静思考啊 对 所以你已经感觉自己的 的情绪在最高点燃烧了 就像我学那个波流酸的一定是 到顶了 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做出什么可怕的事 嗯 你也觉得自己的情绪到顶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 让自己不要做出伤害别人 或伤害自己的事情 嗯 有 嗯 我有一个很 我有一个建议 我自己其实有时候也会用 就当那个情绪已经满到某种程度 你没有办法思考的时候 嗯 千万不要再去苛责自己 怎么那么不理性啊 嗯 然后要自己冷静 先不要做这些事 嗯 找到一个安全 或者安静的空间 嗯 呆在里面深呼吸 嗯 喝一杯冰的水 热的水 嗯 或者在里面舵步都好 嗯 其实因为我们在情绪上头的时候 整个脑袋是胀的 然后都在情绪里面 嗯 这时候 当你把你的感官的注意力 回到你的身体的感官上 嗯 其实会让自己转移 那个情绪的注意力 嗯 呃 这几年在台湾有一个 学派嘛 他非常的风行 叫正念疗法 正念 对 Mindfulness 其实正念疗法 就在做这件事情 它让 例证的证 对 然后念头的念 嗯 它把我们的 注意力回到我们的感官 回到呼吸身上 然后就回在当下 嗯 因为他认为情绪其实是 有时候别人讲过的话 是我们自己把它捡起来 继续对自己讲 嗯 但是我们应该回到当下 就是透过呼吸 透过喝水 让感官 让注意力回到身体身上 嗯 然后可以暂时让那个情绪缓和下来 嗯 当你觉得缓和下来之后 我们再继续来谈 我们的关系 或者我们遇到的冲突 可以怎么样 嗯 对 这是第一个 嗯 那情绪比较下来之后 我常会说 不要因为进入婚姻之后 就没了自己的朋友 自己的 呃 交友权 嗯 你还是要有可以信任的 比如说German啊 你的姐妹 可以好好去谈一谈 去聊一聊 嗯 对 所以照这样讲的话 应该离开现场是 也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其实现在在学校也有啊 学校每一个班级 低年级后面都有一个 叫做安静脚 嗯 孩子如果很冲动 真的哦 就可以去那边 嗯 他可以在里面 呃 玩啊 看书啊 打球都可以 但是你就在那个角落里 嗯 等到你觉得情绪比较平复 你才走出来 嗯 对 好 OK 那我们今天在现场的是 諮商心理师 胡展告 然后他有一本新书 叫做别让负面情绪绑下 你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待会回来呢 如果你在直播下面 也可以留言一下哦 有没有什么需要 解决的负面情绪 让展告来回答你 我们先进广告 待会回来 欢迎回到 酒吧新闻台 午后进化论 我是律师娘 林静如 我们今天的律师娘 聊心事 为大家请到的是 胡展告 谈商心理师 要跟大家聊的主题是 她的新书 别让负面情绪 去绑架你 好 那刚刚有跟展告聊到说 呃 每个人难免嘛 就是遇到某些状况的时候 可能今天就是倒霉事特别多 然后就跟对方 或是跟呃 亲子之间啊 或是父亲之间就吵起来了 当你的情绪很满意的 满意到顶的时候呢 负面情绪满意到顶的时候 也可能就要选择 让自己找一个安静角 对 让自己冷静下来 然后深呼吸 喝杯水这样 然后不要一直拿对方的话 来反复自己 不停的重念这样 好 那还有一个状况就是说 呃 我相信大家在公共场合里面 也会遇到这样 或是遇到朋友的时候好了 或是遇到你自己的爸妈 有可能 你自己很冷静 但是对方的情欲 情绪非常的 非常的高涨的时候 对啊 那你也会很担心 那想说 我是不是再讲一句话 你就跳起来了 这时候好像那 诶 我比较想遇到就是说 比如说老公老婆好了 老婆很生气 然后老公讲说 啊我好像讲什么 你都生气 我干脆都不要讲 哇你都不讲 你知道老婆那边 一直骂一直骂的时候 你都不讲 说反而老婆更生气 说你都不理我 你根本就 不在乎我在生气 但是其实这个老公可能是 他讲说我讲什么 你可能会更生气啊 对啊 所以 呃我们有时候 没有办法去猜测说 当这个人很生气 或是很沮丧 比如说他很沮丧 他沮丧到要拿 刀子要伤害自己 或伤害别人的时候 你已经没有办法判断说 我现在多讲一句 是对的还是错的时候 嗯 怎么去面对这个 你已经觉得 他负面情绪已经到顶的人了 嗯 OK 呃 我觉得第一个 当你发现对方情绪 非常高张的时候 嗯 不要再去讲道理了 嗯 这个时候没有谁赢 谁负这件事情 因为当他在情绪高张的状态下 讲什么东西都进不去 嗯 那这时候 你的语气只要很和谎 告诉他 我知道你很生气 嗯 嘿 你想告诉我什么 就像这样子缓缓的讲 嗯 因为当他的情绪非常高的时候 语气也会高张 嗯 你又比他更高张 他就会觉得 他必须更大声 你才能够听得懂 于是他又更高 那那个情绪就越堆叠越高 我觉得那是危险的 嗯 那另外一个 当你发现对方 因为情绪上来已经失控 甚至已经有拿刀子 要伤害自己 或伤害他人的时候 嗯 我觉得这时候 不要再谈任何技巧 他不离开 就是你离开 哦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是可以离开的 因为你在当场 不管怎么讲 都帮不了他了 你也帮不了自己 你可能会有危险 嗯 所以我会建议 这时候干脆就你离开 嗯 除非 呃就是如果你发现 他曾经有伤害过别人 或伤害过自己的历史 嗯 呃非常的危险 嗯 我会建议你离开之后 再多一个动作 叫报警 哦 对 这是比较极端的例子 嗯 但是如果对方 真的有暴力倾向 你在那个当下 不要再苛责自己 要再讲什么 让他稳定 嗯 或者要说服他不要 嗯 因为当他情绪太高的时候 不是伤害自己 就是伤害你 嗯 所以你还是要保护自己 哦 所以其实像之前那个案例 他其实应该要早点离开 对 我觉得不要在现场 在谈判了 那个其实非常的危险 嗯 对 不要想说 当场要找出一个共识来 对 或许你用的方法很好 但是对方在情绪上头 其实进不去的 嗯 对啊 还有你刚刚讲说 呃 我知道你很生气 对 或者我知道你很难过 对 他也可能是一个通关密语 呃 或者我知道你很难受 嗯 好 我们直播有一位 那个网友问说 当心理智商师 是不是很不容易 要承受别人的负面情绪 你们会觉得自己在承受 别人的负面情绪吗 其实一开始会 但是慢慢的在工作当中 就像我们节目前 我跟呃 律师娘在聊一件事情是 我会看到很多负面情绪背后 其实常常都承载着一个人的期待 嗯 他的需求没有被满足 嗯 那你其实会很理解 为什么他会这样子 嗯 那对我来讲就算 那就很像是一段故事 在我生命当中没有出现过 嗯 然后我经历了一段故事 嗯 所以 呃 当然也会承受那些负面情绪 但是会来 会有越来越多的理解 嗯 为什么会这样子 嗯 好 这是 那个回应利亚的关心 然后另外就是 呃 有一位小婷问到说 那如果他根本 对方如果连吵都不跟我吵 然后用冷漠对待我的时候 我该怎么办 嗯 其实这时候我觉得最不舒服的地方 一定是自己被勾动 那个对方不理我 是不是觉得我很没有价值 嗯 我没有被需要 我没有被重视 嗯 那个很常会回到我们小时候的经验 嗯 是不是曾经我们在讲话 父母亲也不太理我们 嗯 或者我们讲的话不是父母亲想要听的 于是父母亲转头就离开 嗯 留下在当场的我们 其实会觉得很不舒服的 嗯 那先理解自己的需求没有被满足 嗯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对方是每一次都这样子吗 嗯 还是今天这个话题 他其实承受不了 所以他选择先回避 嗯 等他情绪好一点再回来 嗯 对 嗯 那另外一个就比较现实一点 如果他always是这样子 嗯 那你们交往前他也这样子 嗯 那你们交往前你还喜欢他 就代表你有找到某种方式去因应这个 这个行为吗 嗯 那何以那时候可以 可是现在却觉得很困难 嗯 那也是一个 那个转变其实很值得去探讨 嗯 但是有一个可能性是 或许对方可能已经疲惫了 因为老师为了同样的事情在吵架 嗯 嗯 有可能但是实际的状况可能就就case by case 对不知道小婷的状况是怎么样 对 这个是展告给你的一些他的想法 对我的想法 嗯嗯 然后那个网友雅琪是说 他高 情绪高涨的时候也是会离开现场 嗯 然后躺在床上看自己 喜欢的影片 嗯 转移注意力 嗯 我觉得这是蛮好的方式 嗯 好 这是给他 这个网友的反应 然后我们刚刚讲的都是一时的情绪 还有一种负面情绪 他是长期的累积的 嗯 就是你有一个 可能就是比如说你心情不好 然后他一个月之内 你这个心情不好的感觉都挥之不去 他可以称作这个就是 那个病理上的忧郁症吗 当我觉得我怎么这一个月 心情都好不起来的时候 嗯 我该怎么办呢 其实忧郁症在病理上 有他一定的诊断的那个标准 嗯 但是我常觉得人的 呃思考 嗯 会有一个模式 那个模式一定是慢慢建构起来的 嗯 然后我通常有时候就会开玩笑说 你像是林黛玉这样子 嗯 天天都会觉得有一些心事 然后多愁善感 嗯 某种程度我觉得我好像也是 嗯 就大学的时候我同学常会这样子 就是开我玩笑 好像多愁善感啊 然后天天好像都有阴影的感觉 嗯 那对我来讲 重要的不是去改变这样的思考模式 嗯 因为那已经是你长时间建构以来的 嗯 你要去改变它很困难 嗯 可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件事情是 怎么样在这个模式里面找到一些例外 嗯 对 比如说 呃那样的思考 我常常让我是我创作的来源 啊 对 它对我其实有一些正向的协助 嗯 以及在某些事情上我并不会全然是那么的悲观 或那么的负相 嗯 我必须去找到这个例外 然后告诉自己 我可以跟习惯多愁善感的自己相处 嗯 但是我其实也有我很正向阳光的那一面 嗯 甚至我的多愁善感其实帮助我对人的了解 比较比较多然后比较贴近 那个其实都是正向的 哦 所以他不见得是生病了 对那也不一定要一定要去改变他 哦 那当然我觉得如果你的那个所谓的低落情绪 已经超过一个月 嗯 然后你让自己在睡眠啊 食欲上面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嗯 你没有办法出门 然后你想要伤害自己 嗯 其实我觉得这时候真的还是要求助 比如说朋友或者去就医 嗯 对 所以应该要观察是说这个负面的情绪 对你的生活或是对你的身体 有没有造成什么比较大的影响 嗯 或者主观上会不会让你其实真的非常的不舒服 嗯 对啊 所以如果说天生个性上是比较容易悲观的人 其实他也不是一种 呃 不会不是一种需要被治疗的的特质 嗯 就像有些人搭火车或坐在咖啡厅里面 然后看到那个窗外有雨滴滴下来 然后他就觉得很感伤 然后就写出一首很美的诗 嗯 其实我觉得蛮厉害的啊 嗯 但写完诗之后他也觉得嗯 OK 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在欣赏这个世界 嗯 对 所以很多作家跟诗人或许他搞不好就是因为他特别多愁善感 哈哈 所以他怕写出这么多 很多创作的能量 对对 好 OK我们今天呢 请到现在的来宾是胡展告资商心理师 那他有一本书是别让负面情绪绑架 你如果对自己的负面情绪觉得常被绑架的 可以去看他的新书哦 谢谢展告 谢谢 嗯 好拜拜 拜拜